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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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我是沙白 我們現在在機場 都沒有什麼人 但是 我們現在要回美國 那 其實我們很不想在這個期間 飛回去任何地方 但是這個原因是逼不得已 我們必須回去看我爸爸 因為他的心臟 伴我們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要去看他 他最近要開刀 醫生是說他的生命 非常不穩定 但我還是覺得百善 效為先 所以我們選擇回去看他 那我希望我們做的 這些防疫可以保護我們 但是我們還是很緊張 好 現在應該都蠻好奇 到美國到底要不要隔離 那我跟你們說明一下 我們的首長和市長都有建議 入境的人應該要隔離 但是選擇權還是在你身上 那我跟Eric決定要隔離 因為我們怕 家人有危險 所以我們選擇先隔離 再跟他們做解除的動作 那我覺得 其實這應該是台灣 這麼成功的一個原因 因為台灣的政府是 強制一定要隔離 但是我們美國卻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美國要加油 美國見 掰掰 超級 超級扯 你看只有這張入境表 沒有任何的個人健康史耶 不敢相信 這樣子漏洞很多 難怪美國會這麼嚴重 我們出發前有填一個入境調查表 我們出發前有填一個入境調查表 Eric一直以為我們到L.A.要搶自隔離 我心裡想 嗯?應該不可能吧 真的沒想到 海關連問都沒問 我們要去櫃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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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但你想要去櫃圈嗎? 你去櫃圈嗎? 基本上是要去櫃圈嗎? 基本上是要去櫃圈吧 我來看 你建議要去櫃圈嗎? 你建議要去櫃圈嗎? 我想要去櫃圈嗎? 我們剛過海關 非常輕鬆 他們完全不在乎我們哪裡來的 我們有沒有要隔離 或是我們有沒有生病 他們直接 打打打打 我就跟Eric說 This is the land of the free, home of the brave 你要有心裡準備 好吧,那我們就出去吧 Let's go 他還帶了垃圾袋讓我們把髒的東西丟進去 我以為他一看到我們會馬上衝過來抱我們 或是抱Baby 但是他還是有尊重了我們的決定 讓我們安全的回到他的家 隔離完之後才抱 我的媽媽不是一個很容易聽別人的話的人 但是她願意聽我們的 讓我非常感動 然後我們就出發了 從LX坐車坐到亞利桑那州 OK It's time for you to go to your room It's the last door on the left See you in 14 days Thank you Nice to see you Hi Dad Hi Elizabeth Hello baby girl Hi Hi Eric,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Good luck Just like in Taiwan 14 days of quarantine You guys go in there You don't come out for 14 days No No exhaling Inhaling only You exhale, you get spanked What's life deep is under the door to you to eat? Thank you Dad Look What's life deep is under the door to you to eat? 好可愛 好可愛 它寫 Ring the bell when you're hungry Here's some snacks for you to enjoy See you in 14 days Merry Christmas 好可愛 革離的時候非常無聊 我們幾乎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每天都是在等媽媽煮的飯 然後讓寶寶睡覺睡更久 然後我偶爾想到的時候也學一點台語 把人吃咪 把人吃咪 你累化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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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我以為被灌在房間兩個禮拜 應該會是很幸福很好玩的事情 因為三個人可以好好的相處好好的聊天 等等 但是隔離完之後只想到一件事情 想要放風 想要出門曬太陽 想要遠離我老公和小孩 哈哈 開玩笑 看他做什麼 沙拉跟花椰菜 然後雞肉 哇 哇 隔離完之後 我們還是不放心 雖然自己的身體沒有症狀 但是我們還是很怕 所以我們去找了一個免費的COVID-19 test 看到結果是隱性的時候 我們非常開心 終於可以讓媽媽抱孫子 終於可以好好休息耶 耶我們終於出關了 哈哈 我們這次隔離的時候 我跟Eric就講好說 我們這次隔離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要玩手機 也不要拍影片 我們就是好好的跟對方相處 也好好的跟對方聊天 更人事彼此 那 在那段期間我們都在睡覺 然後 小baby 也很崩潰 因為他可能 他在台灣很喜歡出門 他在這裡就完全沒辦法出門 就只能關在房間裡 他完全不懂為什麼 所以他真的蠻崩潰的 但是我們很開心啦 一家人都關在那裡 就是自己度過聖誕節 自己度過跨年 然後都在房間裡 還蠻不錯的感覺 就是很有家的感覺 然後我們隔離完之後 我們就馬上衝去檢查 我們有沒有得COVID 然後當然是沒有 所以我們就 現在可以自由行動啦 我們就是幾乎都是要陪爸爸 然後 希望可以安全的在這邊 也安全的回去 就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幫我們按讚 也可以幫我們分享 也可以訂閱一下 那我們在美國也會拍一系列的一些影片 然後跟朋友和家人一起拍 所以讓你更認識我 更認識我的家人 也更認識我的朋友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接下來會有很多很多的 有趣的影片可以看喔 謝謝大家 掰掰